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正享受和体会 最后一次跟家人出国度假什么时候 这个是年尾 每次是年尾 每次年尾 但是每次出国还是手机不离手 很多事情要处理 是这样 跑不掉的 其实这样你看回林吉祥这一生 你会想要像他这样子吗 只有一个年尾想不了 真的是他是非常伟大 我根本比不上 但是你会心疼吗 看到父亲年纪这么大 还要为国事 心疼是心疼 但是同时我也感觉到非常骄傲 因为他有那种的斗志 他那种精神 真的是使到我们感觉到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欣慰 非常非常有这个带动力 使到我们 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如果他这样大的年纪 他还是能够有这样的斗志 你知道他准备去到沙拉叶长屋 对啊 四个小时 坐船 走路 确实 根本 我看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就累到半条命 但是他还是能够每一次 还是能够击下去 我认为林吉祥 确实是一个伟人 我感觉到非常骄傲 我有林吉祥是我的父亲 但是同时也感觉到心疼 因为家人没有这样多时间 因为他真的是付出很多时间 为国家为党 但是同时 我看到他那种的榜样 这样的精神 这样的斗志 让我们珍惜 这个是环境机会 如果要我们未来能够更好的话 要好好地掌握 如果他这样的年龄不放弃的话 我们同样也不能够放弃 所以好像他常常会强调的 不能够放弃马来西亚 同样不能够放弃虎和国阵 所以看得出你现在非常非常地尊敬他 作为父亲 小的时候没有这样神 大的时候看到更多 这个生活更多更有纪念的时候 就更了解他所做出的付出 你要知道一个人做牢的痛苦 根本不能想象的 你要自己做牢过你才知道 所以我做了牢过后我就知道他怎么痛苦 所以你还敢继续做 还敢继续从政 我说如果我父亲能够做 能够这样付出 为什么我不能够付出他一半所付出的牺牲 我付出的只是一半罢了 所以每一个人也是因为林季祥 他们现身在政治 即是Tony Poi也好 潘建伟也好 即是念琴也好 他们进党是因为你仰慕林季祥 你本身也应该是吧 当然 ement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